昨天 中華戰略協會的聚會 基本上是關門會議 關門會議的時候 比較容易講真話 我相信 柯文哲主席是講了心理的話 講了真話 他的講法 我們完全支持 因為藍白要不要合 最重要的是廣大民意在驅動 所以基本上 這過程當中會有很多困難 但是我完全贊同柯主席的講法 最後一定會合 最後一定會合 柯主任會覺得他這個其實 誘人愛姐不是說只是在搶升來的選票嗎 我想 每個政黨 在 政治屬性上都有他的定位 那要搶所有的選票 都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他希望他選票極大化 不過我們的尊重 每個政黨有他自己的考慮 但是 作為 國民黨 我們當然希望 搶深藍的票 中間屬性的票 年輕人的票 我們宣布都要 也希望 所有的選民都支持國民黨 最後講那個 聯合式選舉 你們放心好了 最後一定會合 之後怎麼合 你 這個 這個 這個還是要 通常是這樣 其實這樣 政治上也不要把民意都當作第一 其實我現在開始 一直在思考 誒 為什麼內閣 全世界先進國家都用內閣制 很有道理 因為內閣制 比較不會常見 每個人都有他的一份 對不對 我現在的制度 贏者圈 很麻煩 最近藍白河的議題煙燒 會不會擔心說民眾 會覺得藍白河是 就是權力的分配 而不是理念的結合 藍白河是這樣 還是那一句話 他應該是一個價值理念的合作 或是議題的合作 因為當你說直接 赤裸裸還在講權威分配 你知道 他很難得到人民的支持 所以 所以就算合 也沒有達到他的政治角度 所以我跟你講 這一點是我比較清楚的 那另外也要再請教一下 主席 這位藍白河的態度 因為我傳出說 你昨天在內部會議談到 國民黨開的條件 不當副手跟這個 不看民調 你好像蠻生氣的 有辦法去死吧 那主席 你昨天的態度是怎麼樣 第一點我剛才講過 政治上當然政黨都被合作了 特別是我們如果台灣要邁向內閣式的國家 這種文化要慢慢養成 我要是 目前我們這種 目前我們這種選舉制度 我每次說台灣目前的政治 取決七個人的選舉 就是一個總統加了六度 因為六度佔台灣的國際不勝負 這七個人的選舉 他都有個特色 原則權 毫無自衡 完全沒法自衡 所以我常說這個要民選皇帝制 這個對國家的長治久安不是好淡化 所以也許台灣慢慢要向內閣式的方向去發展 但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所以在過程當中還是有咧咧撞撞 只是我們知道說 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 應該是往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藍白核你把它弄在一個角度來看 那藍綠也會配合 綠白也會配合 所以慢慢的就是說 不要用這種兩極對抗去激發國家的這種內部壓力 所以結論是這樣 聯合政府 你看我們這次喊出來的口號 對於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但是聯合政府怎麼建立 我們的確是需要時間摸索 但是過程當中 我也覺得肺炎跌跌撞撞 不過昨天有記者在問我說 哪有來跟人家合作的條件就是 我們不要做民調 然後我要當政的 我奇怪 當時一聽就說 這哪一個值得合作方式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樣 你變外聊了嗎 另外一個是侯科沛的民調 這在哪 民調是在哪 他都會 其實我最近早上來討論 為什麼我的民調 手機跟桌機 做出來會差這麼多 難道我們台灣現在這兩個族群 他的族群的特質會不一樣嗎 這個真的要做好做一句 所以蠻奇怪 如果做桌機 民調就掉下去 如果做手機就上來 那所以 所以了解 我現在都要先看說 這個桌機手機是各佔多少 是50比50 還是7比3 3比7 還是全部桌機 這個這樣 學術研究歸學術研究 我常常說怎麼研究 投票投出來就知道 還是想跟您請教關於這個 因為現在有最新的中省民調 都認為說這個 侯科沛的這個勝率是最大的 但是 柯文哲面對最近的一些可能 對他比較不利的民調 他就一直批評喔 但是當時大家都回想說 當年就2000年的時候 當時宋楚瑜的民調也是贏連戰 但大家還是要說你 畢竟就算你勝選了 你未來還是要組織政府 那是不是還是要看說 這個政黨背後的 包含他的縣市首長 包含他的立委 甚至到市議員這些基層人才庫 這個恐怕才是更重要的 而不是只是單看民調 而且藍白河真的不能再做 對啦就是說 柯主席也不必生氣 因為柯文哲說 都不看民調嘛 當然有看民調 就是因為看民調 才會有藍白河這樣的提議 如果我們舉例 如果柯文哲的民調不高 根本藍白河提都不必提了 今天之所以會提藍白河 因為柯主席的民調很高嘛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哇這兩個加起來會贏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 也不能只看民調 要不要看民調 要 我在跟柯主席這個講一聲 要不要看民調 要 但是不能只看民調 喔 那你政黨的實力呢 對不對 你的縣市長的當選的這個 這個縣市數目呢 你立委的目前的在立法院佔委的席次呢 這都很重要啊 因為到時候要輔選動員 是全面要動起來啊 不是靠一個人嘛 喔 那要不要看民調 看 舉例來講 那你民調到底要佔多少呢 我是隨便講 這個大家可以再研究 比如說 民調是不是佔60% 然後立委席次 比如說佔10% 縣市長比如說佔這個10% 縣市議員 這個佔10% 然後政黨的這個動員的實力佔10% 這樣加起來才有道理嘛 不能只看民調 民調 而且民調會變動的 那當然另外一點就是 假定說柯文哲現在的民調 40 侯儀 10 15 那你可以講我們就完全靠民調 因為差太遠 現在就差一個點兩個點 幾乎都是在誤差範圍之內嘛 所以那你怎麼看 誤差範圍之內 多一點就是政啊 少一點就是負 這也很奇怪嘛 而且實際上 未來 未來 可以發揮 發揮力量的位置很多嘛 他不是只有政總統副總統啊 行政院長呢 對不對 這麼多部會首長呢 那個 合起來 合起來那個力量才大嘛 大家分工合作 這才是叫做聯合內閣聯合政府 那聯合政府 不是開文哲開始他的提議嗎 歐洲的話 聯合政府也是要談啊 也是要交換意見啊 這個跟分章是兩回事情啊 這是聯合起來為人民做事 為國家做事 把兩邊的力量加起來 那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那我剛剛講說 比如說宋楚瑜聯戰 當時也是啊 宋楚瑜第一次選舉 比聯戰多了兩百萬票啊 民調宋楚瑜比較高啊 但是整個綜合考量以後 宋楚瑜願意 委屈一點 連送配 如果不是兩顆子彈 就當選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連送配 發揮這麼大的威力 也就不會有兩顆子彈了嘛 就是看了快當選了 才搞出兩顆子彈來嘛 所以道理 這個道理很簡單啦 這一點都不複雜 那怎麼看說就是 柯文哲他好像不願意退讓 他還是要當政的 那甚至內部會議的時候 跟他提到攬牌盒 他還說去死啊 對啦 那是計畫啦 我就計畫 天天就算了 發洩完了就算了 就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說那你總算有一個客觀的評估 民調是一個 立委席是一個 縣市長的這個 數目是一個 政黨的實力是一個 動員的能力是一個 都要加起來評估的 這才合理嘛 對不對 而且你現在民調 我講的不是差很多啊 一個點兩個百分點 怎麼來衡量呢 所以我覺得 冷靜下來想 就懂得這個道理了 也許柯文哲美國這樣 繞一圈回來以後 特別看看戲谷啦 看看高科技 那個邏輯感強一點 就知道我講的什麼意思了